好 接下来关注一个美国热议的司法翻转的判决 全球MeToo运动最主要的人物 一开始掀起这一个MeToo的 是因为这个性侵成性的好莱坞知名制片 叫做哈维温斯坦 有200多名女性都出面指控 被他性侵性骚 所以纽约最高法院呢 4月25号针对他之前的一个定罪案裁定 哈维温斯坦这个好莱坞的大咖 他涉及的性侵案件 在司法审理的过程当中 采用太多无关本案的证人证词 就是过去被他性骚性侵过的女性 那么这种举证呢 跟后来的推论不当 所以推翻他的性侵定罪 驳回重审 有很多支持MeToo运动的美国人 对于这一个驳回相当沮丧 认为司法背叛了性犯罪幸存者 他们好不容易一个个出来作证 不过呢这个好莱坞大咖呢 他还在吃牢饭 因为他有另外一起性侵案 在加州那么判刑确定 他要服刑16年 现年72岁的他被认为 应该会在狱中度过余生 律师与平民 男性与女性 对一项裁决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4月25日美国纽约最高法院 以4比3表决结果 推翻掀起MeToo运动的判决之一 前好莱坞制片大亨 哈维温斯坦在2020年背叛性侵的一项定罪 全案将重审 这只是温斯坦涉及的多起性侵性骚案件之一 温斯坦在纽约法院遭定罪 是涉及2013年对一名女演员的性侵行为 与2006年强迫一位制片助理 从事其他性行为 共判23年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掀起全球MeToo运动风暴的关键人物 得到这次法律上翻盘的机会 路透社报道 纽约最高法院法官 援引茉莉扭规则 也就是被告过去其他犯罪行为 仅能证明被告有犯罪可能倾向 无法证明被告在本次案件中 有犯罪动机或意图 但审案当时主身法官 容许其他三名女性 出庭指证哈维温斯坦 曾对她们非理或性侵 现在被认为此举是高度偏见 还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 当时检察官又已证明 温斯坦是性犯罪惯犯的证人们 如今却成了温斯坦定罪能被翻盘的原因 让许多人沮丧气馁 MeToo运动涉案名人翻盘成功的第一件案子 是知名影集天才老爹影星 比尔扣斯比对女性下药性侵案 他遭定罪入狱服刑近三年后 2021年7月 宾州最高法院突然以 检察官违反正当起诉程序为由 逆转判无罪 比尔扣斯比被释放 而且一罪不二审 如今哈维温斯坦也因法律团队 善用程序细节翻盘成功 接访美国民众多半认为 这是典型的有钱有势者 知法玩法 美联社访问多位纽约法律界人士 认为这次翻盘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是以后类似的性犯罪案件中 检察官将更难举证 被告的塑形不良 不仅让受害女性们 失去对司法的信任 害怕出面作证或控告加害者 温斯坦案将重审也代表 受害者们需要再次上法庭 描述细节 被迫重启创伤回忆 好莱坦兴兴兴 爱希里贾德就曾将哈维温斯坦告上法院 控诉他1997年以讨论角色为由 差点对他性侵得逞 贾德控诉遭到性骚扰 洛杉矶初级法院却认定 他当时与温斯坦无雇佣关系而驳回 直到2020年 洛杉矶上诉法院才推翻原判 认定贾德有权告温斯坦职场性骚扰 温斯坦恶名昭彰 好莱坞诸多大牌女星都出面指控过 他性骚或性侵 受害者至少200位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将旅行对性侵幸存者的承诺 努力重审哈维温斯坦 而现年72岁的哈维温斯坦 仍可能在狱中度过余生 他2023年初 因另一起性侵猥献女演员案 遭洛杉矶法院判刑16年 加州法律明确允许 在性犯罪案件中 被告先前不良行为 可当作犯罪倾向证据 因此纽约法院的翻盘 也无法让温斯坦重获自由 这次翻盘成功 确实打击许多人 认为正义功礼不张 但力挺种族性别 与动物平权多项运动的 好莱坞女星泰拉基汉森 鼓励受害者与MeToo运动活动者 不要放弃 You can't give up You just got to keep working Life is spiritual warfare It's always good versus bad light versus dark And that's life Don't get mad about it Get mad to do something To make change That's what we're here for Humans need humans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hat's what we're here for zar les bi protected